第1800一章真相只有一个 刘刘不是凶手 最高兴的要数都督 都督是真的为刘刘担心 哎 他小小年纪 就要承担当一个子子的责任 维护刘连 哎呦 八十 哎 我可真难压 我太不容易了 我的小肚子吃得好大了 那你不要吃了 给我吃 给你刘刘 你的肚肚不会大吗 大了 你看 嗨嗨啊 我的也大了 你看嗨嗨啊 看看小白的 霍霍 我的也大了 嗨啊 看看嘟嘟的前爹的呢 我的 我的不能给你们看 我又没吃西瓜 刘连正名清白后 他瞄准了坐在阳台 和小熊看戏的张探 然后 然后就是他们来了 张探准备好小熊饮料和西瓜 让他们几个享受 这些小朋友吃了西瓜 喝了小熊 掀起衣服 比谁的肚子大 拍得砰砰响 张探看不下去了 说 喂喂喂 雨还不要聊起衣服拍肚子 不好看 喜儿说 嗨啊 不好看 那你还看 真是的 你是男孩纸 琉璃 就是 你还光膀子呢 你可以光膀子 就不可以我们拍肚子呀 张探 他走了 回到屋里去 眼不见为净 这时候 张探听阳台上小白 再朝楼下喊小米和晨晨 这两个小朋友没有上楼来 据说是分析案情去了 忙住呢 没空吃西瓜 喝小熊 毕竟 比起分析案情这种智慧上的享受 吃西瓜和喝小熊 只是食欲上的低级趣味 层次差得太远了 在小白或喜儿的热情招呼下 小米和晨晨才肯上楼来 喜儿从阳台跑出来 经过张探时 嗨啊 也大笑两声 然后热情地去开门 带着小米和晨晨经过 又嗨啊 也大笑两声 真不知道他笑什么 前爹 小米和晨晨没有小椅子坐 你能不能搬两条来 喜儿回头对张探说 马上去 张探去书房 把小白和喜儿平时写作业时 坐得滑轮椅推了出来 给小米和晨晨安排上 他来到阳台 刚好看到小米和晨晨 在向榴莲道歉 之前误会了刘刘 案情判断错误 差点冤枉了好人 榴莲起初还是很生气 大声说 他这么有名的大燕燕 会欺负一个小度 但很快 他就原谅了小米和晨晨 毕竟他就是这样 不记仇的性子 今天吵得再凶 第二天跟没发生一样 大家还是好朋友 小李子除外 小李子可能是他前世的冤家 你们要找出凶手 为我报仇呀 刘刘们说 虽然在刘刘看来 小米和晨晨是哼哈二将 水平一般般 但是他认识的最好的警察 和侦探就这俩了 没有其他的了 喜儿和嘟嘟文言 纷纷点头 心有余悸 好人不能被冤枉啊 坏蛋也不能被放过 喜儿叮咛榴莲说 榴莲你以后要做一个好人 不要当小坏蛋了 榴莲不满地说 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鸭 我不是小坏蛋 你想哪里去了 喜儿说 那你也要看起来像好人鸭 你看你 你看起来就像是个小坏蛋 刘刘不高兴了 声量提高了不少 他鸭的喜娃娃 你说我不可爱吗 喜儿也提高了声量回应道 你当然可爱鸭 你肉肉的 掐一掐多舒服鸭 你可爱 说着 为了增强说服力 谭喜儿小朋友直接上手 啦 点起脚趁机捏了一把 刘刘的脸蛋 那手感 好极了 喜儿忍不住 搓了搓指尖 不是刘刘 那会是谁呢 嘟嘟问小米和成成 虽然证明了刘灸 不是那的灸小度的坏蛋 但也没有找出真正的坏蛋 小米脸上气馁不已 成成则沉思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吃西瓜 吃西瓜 我们聊点开心的塞 小白带头搞氛围 闺蜜团聚齐了 气氛要活跃塞 喜儿还阿贴笑 回应道 你们的暑假作业 做完了吗 话音一落 小白和刘刘立即变色 嘟嘟眼珠子乱转 看看小白 看看刘刘 后面的聊天 张探没有听到 因为他被赶了走 说是小女生聊天 他一个大男人不能偷听 他一回到客厅 就看到阳台的拉门再次打开 然后喜儿嘀嘀咕咕走了出来 看到张探 喜儿嚷嚷 化作嚷嚷怪 张探问 怎么了 没跟小白他们聊天吗 喜儿垮着脸说 他们让我去尿尿 可是我不想尿尿 张探立刻明白了 这是被赶了出来 以催促去尿尿为借口 肯定是谈喜儿小朋友 老是破坏愉快的氛围 而被流放打发了 我就说做暑假作业的石压 我没说错压 哼 他们就不高兴 哼 喜儿唠叨叨 嘟嘟闹牢 满腹小牢骚 在张探面前 打转 像一只被气的不轻小鸭子 嘎嘎嘎叫个不停 这可能就等于关禁闭 过了几分钟 小白打开阳台的拉门 才招呼喜儿回去 这不是关禁闭是什么 就像是小孩子被家长罚占一个兴致 嗨呀 又我来了 喜儿走了 过了大半小时 小朋友从阳台上回来 榴莲等人要下楼了 时间已经晚了 楼下开始有家长来接小朋友回家 小白和喜儿留了下来 老汉 我和喜娃娃看会儿动画片在睡觉好不好 小白说着 和喜儿坐到了沙发上 打开电视看动画片 忽然 诚诚去而复返 张探开的门 她以为诚诚是录了什么东西在家里 但其实没有 诚诚来了后 和小白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 总共没说超过三句话 只是坐了几分钟后 她起身 拍拍屁股 说 我要回去了 喜儿挽留她在看会儿动画片吧 诚诚摇摇头 拒绝了喜儿的提议 然后 她看向小白 那清澈的眼睛平静无波 彭扶能够看透小朋友们的所有小把戏 真相只有一个 小白 我都知道了 但我不会说出去的 说完 她不理会一头雾水的喜儿和猛圈的小白 转身走了 她穿过客厅 经过玄关 有条不紊的换好小鞋子 开门 出门 下楼 楼道里的灯亮了 安静了一会儿后 又熄灭了 第1802章 我现在比一个小时前更爱你了 夜深人静 喜儿也走了 被她姐姐接走了 小红马学院里的小朋友 走的走 散的散 还有的在寝室睡觉 热闹的院子陷入了一片静谧中 只剩下蝉鸣 小虫子 以及风声 三楼小张家的阳台上 亮着的灯光 悄无声息地熄灭了 张探关上阳台的门 穿过客厅 回到卧室 也准备睡觉了 她刚躺上床 房门被敲响了 老汉 我能进来吗 是小白在门外说话 进来吧 张探说 房门被推开 小白穿着睡衣走了进来 看到她便霍霍笑 老汉 我今天怕鬼 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 小白来到床边打商量 哎呀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竟然主动要求同睡 有这种好事 可以啊 来张探爽快地答应了 小白比她更爽快 在她答应之前 小白已经爬上了床 横地躺在床上 舒服地打了几个滚 张探任她去 自顾自地查看手机里的资讯 小白在大床上翻滚 折腾 就像是小猪在拱菜地 过了会儿 她才停歇 凑到张探身边来 笑呵呵地 一脸的傻笑 怎么了 张探收起手机 把手机放到了床头柜上 她估摸住 小白同学应该是有心事 想找她倾诉 霍霍霍 小白一直傻笑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不要说出去好不好 张探说 小白一听 眼睛一亮 她最喜欢听秘密了 尤其是她老汉的 她连连点头 小记着你似的 老汉 我要是说出去 我就不是人 小白发誓 张探对她的表态表示满意 然后贼嘻嘻地说 我们今天不是去了大奶奶家吗 经过柳爷爷家时 我摘了一颗她家的小葫芦 小白惊讶 问 柳爷爷没有打死你吗 张探 这话接的 让我没法说下去啊 小白 哈哈 我逗你玩的呢 老汉 你把小葫芦怎么样了 张探 我还能把小葫芦怎么样 吃了 不是 孵出来了 孵出来了 哈 孵小鸡那样孵出来了 是的 孵出什么来了 马兰花 不是 是葫芦娃 哈 葫芦娃 喜娃娃那样的吗 不是 就是葫芦娃 不是给你讲过 葫芦娃的故事吗 一根藤上七个瓜 还有一朵马兰花 和和和哈哈哈哈 葫芦娃呢 埋在院子里的沙坑里了 明年春天 长出一对葫芦娃来 哈哈 老汉 你骗三岁小孩子呢 你骗不到我的 小白毕竟七岁多了 要拿这个故事来糊弄她 确实做不到 换成对象是喜儿 还差不多 感觉不管喜儿几岁 她都会相信 这种天真的故事 张探笑道 但是我真的摘了一只小葫芦 霍霍霍 你个大坏蛋 柳爷爷会生气的 所以你不要说出去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 好 我不说出去 我说了一个秘密 那你也说一个秘密来听 老汉 我跟你说 你会不会保密 我说出去了 我就不是人 霍霍霍 小白还是笑而不语 一脸的扭腻 这个小朋友竟然害羞起来了 张探说 你没做暑假作业 小白呆了一下 点点头 张探说 这个不算是秘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白顿时气愤道 都是喜娃娃说的 我今天还看到 他在对树上的鹦鹉说呢 气得我鬼火貌 张探提笑皆非 喜娃娃太可爱了 他很想对小白说 说不定明天鹦鹉就会到处嚷嚷 甚至主动跟你打招呼 问你暑假作业做了没 你要这样想 喜儿是多么爱你 多么关心你 才会老是惦记你的暑假作业 爱 小白叹息一声 看起来心累的样子 这爱让他很沉重啊 他一个孩子 承受不起 父女俩讨论了一下喜娃娃的爱 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小白还是有些担心 问道 老汉 我要是说了 你会不会不喜欢我了 张探保证 我要是因为这个不喜欢你 那我还是个人嘛 小白霍霍笑 终于放心了 他再次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张探 鼓起勇气说道 老汉 其实挨打的小杜 是我打的 见张探震惊的样子 小白赶紧问 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张探赶紧回应 没有啊 我喜欢 喜欢 我只是在想 你为什么要打小杜 小朋友这个时候心很敏感 既然已经交代了 小白前脆就坦诚 勒个瓜娃子朝我的辣椒泱泱尿尿 气得我鬼火貌 这 诸多的疑问涌上心头 张探问道 那既然是你打的 小杜怎么会没看清呢 小白说 小杜看清了 他肯定看清了 我们还说话了呢 张探 那晚上的时候 小杜怎么不说你打的 我拉个小的嘞 张探又问 那你真的揪了人家的小鸡鸡 我的天啊 我家闺女不会这么飙悍吧 知道她飙悍 但不知道她这么飙悍 小白连忙摇头 我没有 我才没有 我是女生呢 张探松了一口气 但是不对啊 那小杜怎么说有人揪了 小白和小杜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小白说 小杜是骗人的 他不这样说 大家就会以为是刘刘打了他 张探又问 那刘刘怎么被怀疑上的 小白摇摇头 想了想说 可能是他倒霉催得晚 张探苦笑不得 他起初有点怀疑 会不会是小白拉去垫背的 或许真的是刘刘倒霉 刚好撞枪口 张探不放心地再次问道 你真的没有揪小杜 小白 你拉个是这样的老汉脸 哈哈 我就随便问问 逗你玩的 哼 你怎么想要坦白了 成成小的了 所以你才坦白 我钱了坏事 睡不住叫老汉 我不该打小杜的 虽然他吵我的辣椒泱泱尿尿 但是我也不应该打他 我应该好好教育他 和他讲道理 对不对 你说得很对 老汉 我要不要向小杜道歉 你问自己想不想 有点想 那你就跟住自己的心走 但是 我要是道歉了 别的小朋友就都晓得了 吃错能改 这不是好事吗 大家只会觉得 小白是个好孩子 你还能给大家 树立一个好榜样呢 哦 那我明天向小杜道歉 可以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西西 老汉 你会不会觉得 我是个坏孩子 不爱我了 哎呀 小白总开始撒娇了 不会啊 我想让你知道 我有多爱你 我现在比一分钟前 一个小时前 一天前 一个星期前 一个月前 更爱你了 当你表现好的时候 陪在你身边 是非常容易的 而当你表现的不好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变得更爱你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站在一起 一起面对小白 眼睛亮晶晶的 眼里有光 脸上有神采 夜深人静了 小白依偎在身边 香香地睡住了 张探回想整件事 越发觉得 有一个人很不简单 挨打的小度 第1803章 你就是来气我的吧 刚刚因为心里 愧疚而睡不住的小白 在说出了自己 是打小度的 那个坏蛋后 心里好受了许多 躺在张老汉身边 呼呼睡住了 睡得那是真香啊 第二天 小白醒得比张探更早 天还蒙蒙亮 小朋友就醒了 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 惠儿 渐渐地躺不住了 开始 稀稀素素下折腾 最后爬起来 想要起床 毕竟是亲闺女 对老汉还是很上心的 小白起床小心翼翼 生怕动静动大了 吵醒了老汉睡觉 他听说过 老人家年纪大了 要多睡 因为他们睡不好 晚上要醒好几次 为了让老汉多睡一会儿 小白小心翼翼地 横穿大床 想要到大床的另一边 穿自己的小鞋子 一 哎呦 二 睡觉的张老汉 发出一声惨叫 瞬间清醒了 灵魂差点飞了 他一睁眼 就看到站在床中央的小白 小白手足无措 尴尬地看向他 霍霍霍 老汉 你浪个了 我是不是踩到你了 张探点点头 你现在还踩着哈 小白 赶紧抬脚 结果张探又是一声惨叫 被踩到另外一处了 小白赶紧四肢住床 爬到了床边 一溜烟就下了床 对不起哦 老汉 我不晓得踩到了 你 你疼不痛 小白关心道 还好 还好 你就不睡了吗 张探问 我要早起 我还要去跑步呢 跑跑更健康 小白出了门 去洗漱了 没一会儿 张探也起床了 来到浴室 看到小白 对住镜子在刷牙 一边刷牙 一边哼歌 看起来心情好极了 两人一起下楼 到了屋外 其实天色已经大亮了 夏天天亮的早 但是小红玛里十分的静谧 小树林传来清晨的鸟鸣 我今天打算跑十圈 你跟住我一起跑吗 张探问 我跑三圈 小白很有自知之明 他能跑完三圈就很不错了 经常是一圈没跑完 就开始偷懒开溜 那我们一起加油吧 加油 加油呀 嗯 张探疑惑 两个人说话 怎么有三个声音 他和小白寻声看去 只见小树林边缘的一根树枝上 挂着鸟笼子 那只羽毛五彩斑斓的 正在看住他们 见自己被关注 鹦鹉顿时来了精神 耿起脖子说道 嘎嘎 老子今天不上班 小白小白 你做暑假作业了吗 话音一落 刚刚还开开心心的小白顿时 拉着脸 心情不美了 这肯定是喜娃娃那个瓜娃子 教鹦鹉说的 真是个小坏蛋啊 你叫啥你 小白怒指鹦鹉 嘎嘎鹦鹉一点也不怕他 哼 小白跑不去了 不和鹦鹉计较这个问题 跑完步 两人正要回家 门口传来了笑声 嗨嗨啊 小白 我来看你了 是谭喜儿小朋友来了 他背住书包 手里还拎了东西 看起来是来投奔小白的 在他身边 还有谭景儿 谭景儿手里推着一个行李箱 看起来是要出门 这么早啊 张探过去看大门 把谭家小姊妹赢了进来 嗨啊 前天你早押到喜儿热情地打招呼 浑身下喜气洋洋的 一看到他 心情立即好上家好 早啊 喜儿 嗨啊 你和我子子说话 怕他 小朋友打了招呼 就跑去找小白 小白看起来有些冷呀 怎么不来迎接他呢 也不跟他说话 没关系 所以他必须更热情一点才行 喜儿要麻烦你两天了 谭景儿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 正好和小白作伴 张探昨天已经知道了 谭景儿跟他提前商量了 他要去外地参加公司的活动 出差两天 明天晚上才能回来 所以喜儿要托管在这里 你们吃早餐了吗 这是为你们准备的 谭景儿把自己做的早餐带来了 是鸡汤面 他放下东西后 叮嘱喜儿几句 就匆匆走了 好吃吗 餐桌前 喜儿处在小白身边 看他吃鸡汤面 期待地问 小白狐疑地看住他问 拉个脸 刮娃子 是你做的 喜儿一听 还啊嘿大笑 你怎么知道呢 小白 他得意极了 尖尖地小下巴昂起 一副骄傲得不得了的样子 等待着夸奖呢 但是小白记仇呢 这个喜娃娃 焦鹦鹉说 他不写作业 他能咽下这口气 哈哈 小白笑了两声 就是不夸 喜儿 厉害 喜儿 好吃 还是前爹给面子 喜儿还啊嘿要笑 笑声没那么热烈就是 前爹的夸奖 和小白的夸奖 差了档次 前爹 我们今天去干嘛 喜儿问 他看出来了 今天小白心情不大好 不怎么搭理他 今天 你们快要开学了 去给你们买新衣服 买文具 书包也要买新的 小白的书包都坏了 你的书包还好吗 张探问 好 好呀 我的书包还新新的呢 喜儿立刻跑去 把自己的小书包拿来 展示给前爹看 他的小书包和小白 是一起买的 结果他的还跟新的一样 而小白就像是用了好几年似的 拉链都坏了 喜儿说 前爹 小白常常把书包丢在地上 怎么会不坏呢 小白 顿时坐不住了 你说啥子 喜娃娃 你莫要惹我呀 我发飙了你PPR会挨打的 嗨呀 喜儿一点也不怕 还敢笑 笑了就蹭到前爹身边 继续说 前爹 我们给小白买了书包 我陪小白写功课 小白阴沉沉地说 喜娃娃你过来 我跟你说两句 喜儿 嗨呀 我过去你就会打我 对不对 我才不去呢 小白和喜儿今天是杠上了 从吃早餐就开始相互不对付 持续了一整个上午 小白被气得够呛 拿这个小不点没办法 中午三人在外面吃了饭 下午去了公司 到四 五点才回到小红马 李小小来了 正在和他爸老李喝茶聊天 等候张探的到来 他和张探约了这个时间点 小白 小白 你回来了 作业写了吗 鹦鹉大叫 气得老子鬼火冒 小白来到树下 想要爬上去 教训鹦鹉 喜儿也跟了过来 随时准备举发小白爬树 张探则坐到老李的茶几前 喝了一杯茶 听李小小讲起江平案子的最新进展 老李一旁像是在听 但不发一言你们聊你们的 他就泡茶 江平案取得了重要进展 拿到了很充足的证据 李小小等人评估后 非常有信心打赢官司 他今天来 便是向张探请示下一步怎么做 要不要立即起诉 起诉吧 按照你们的意见执行 张探毫不犹豫地说 李小小点点头 等他们谈完了 老李才说 江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让他在家里再多住一些时间 等案子基本上要定了 再把他接过来 第1804章 你煮饭没我们快呀 前爹 你快来看 小白要爬树 喜儿大喊一声 张探和老李 小李都看了过去 小白手脚并用 抱住了树干 双脚刚要离地呢 顿时被喜儿的一声喊 喊得僵硬在那里 上也上不去 松手又晚了 好尴尬啊 小白 你还不快点松手 喜儿催促道 大人们都在看 他的底气很足 小白松开手脚 拍拍小手 呵呵叹笑 李小小谈完了时就离开了 张探也准备回家做晚餐 院子里只剩下老李和小白 喜儿 小白立刻教育喜儿 你跟住我住啥子 我想跟你玩喜儿说 我不想 不 你想 我想个锤子 小白 我们去挖沙子 过家家歪 不去 老子是个大人了 不像你是个娃娃 骗人 你昨天就挖了沙子呢 我一夜之间长大了呀 不可以呀 嗨阿贝尔 那你现在快点变小嘛 陪我过家家 小白见识到了一只黏人的喜娃娃 有多黏人 他走到哪里 喜儿就跟到哪里 不管他得喜儿什么脸色 反正喜儿就是笑脸相迎 太阳渐渐息坠 金光变成了红艳艳 像是一抹残血 小树林里最先暗淡下来 暮色在林间弥漫 藏在各种角落里的小虫子避开了白天的高温 纷纷走出洞穴 咿咿呀呀吃啦弹唱 为个热闹的傍晚贡献自己的一份才艺 小树林边缘 小白和喜儿正在热火朝天的挖沙子 运沙子 过家家 做了许多道菜 什么经典的鱼百百盛宴 须须而犯 那是必备的 顿顿都得有 早就摆上餐桌了 刚刚又做完了一道波波鸡 小白做的 喜娃娃快端到餐桌上 小白收起锅铲 韩喜儿快把菜端走 嗨呀 来了 喜儿飞奔而来 端起这几个石头一只破碗 说道 哎呀小白 我们已经做了七个菜了 就我们俩吃会不会浪费鸭 吃多了小肚子就会撑 我们就会变胖 我们请李摆摆过来吃怎么样 你说了算 喜儿立刻飞奔去请老李来吃饭 老李正在喝茶呢 早就把他们的小游戏看在眼里 文言立即婉拒 表示自己吃了晚饭 而且有些拉肚子 肠胃不好 请求放过 啊不对 请求下次再来吃 这次就先算了 喜儿文言 叮叮她好好照顾自己 保重身体 然后过了会儿又来了 手里端了一道名菜 说是须须而犯 里面有蚯蚓 可以帮你消化消化 李白白你吃了散发 老李吓一跳 没听过这么恶心的菜 杀了她她都不吃 还好这时候 小白又在喊端菜 喜儿这才放过了经不起折腾的李白白 喜儿跑过去 问小白 这是什么好菜呀 她当然要问了 不问的话 她哪里知道呢 毕竟这一桌的菜 看起来都是沙子石头 树枝和叶子 最别致的 也就是放了一两只倒霉的 刚好被喜儿捉住的小虫子 作为装点 这是棒棒鸡呀 你这都不晓得 保里保气的小白 趁机损喜儿两句 喜儿毫不在意 还啊黑大笑 端住菜走了 来到三楼的阳台下方 他们的餐桌就在这里 她端住这碗棒棒鸡 没有急住放下 而是仰着脑袋 朝阳台大喊 前爹前爹 你做了几个菜了 你看 我和小白又做棒棒鸡呢 你要是饿了 你就下来吃饭 哼 张探听到了 没敢出声 更没敢冒头 她已经被叫了七 八次下去吃饭 早知道 她第一次就不该回应 瞧瞧那些菜 有一道是能吃的 她才做完两道菜 底下的两个小朋友 就已经做了八个菜了 简直是神速 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 你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我康康 大门口传来流流的声音 是榴莲来了 她本来心情不怎么美丽的 主要是一路上 又被猪妈妈教训了 但是一来小红马 就听到喜儿再喊 做了棒棒鸡 好好好吃 顿时一颗心就飞了起来 甩掉猪小镜 飞奔去找好姊妹们 刘刘 刘刘快来 是这个 你是吗 喜儿热情地给刘刘 推荐他们做的菜 刘刘一看 傻眼了 还以为是真的呢 结果就这 面对刘刘的不满意 喜儿想了想 跑到小树林边缘 捉了一只刚好路过的蚂蚁 放到了她的棒棒鸡里 说给刘刘 加了一点黑巧克力 刘刘 大艳艳虽然贪吃 但也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喜儿你自己吃 你吃饱一点 我帮小白做饭 刘刘还是决定跑去做饭 比起吃 她更热爱劳动 夜色降临 小红马里的小朋友们 渐渐多了起来 小白或喜儿 包括刘连都被叫回家吃饭了 他们做的十几个菜都留着 有屎包包在看住 不吃了 不吃了 真的不吃了 小张家 餐厅里 刘刘正在拒绝张老板的热情 她真的吃不下了 现在要休息休息 但是张老板就是不肯让她下桌 就是要她吃 要她多吃 要她给面子多吃 刘刘好烦恼啊 哈哈哈哈 我好烦呀 榴莲是真的好烦呀 小白和喜儿冷眼旁观 两人一边吃饭 一边咬耳朵 喜儿揭露了事情的真相 对小白小声说 榴莲明明想吃 她说谎 她的鼻子会不会变长 喜儿一直关注榴莲的鼻子 期待下一秒鼻子逼舞 得一下 变得好长好长 把窗户都捅破 但是直到饭吃完 刘刘的鼻子也没有变长 这让喜儿十分的失望 他们三个惦记楼下的那一桌好菜 吃了饭就赶紧下楼了 却见屎包包已经不在了 而他们的好饭好菜 被打翻了好几盘 是谁 是谁 哪个瓜娃子干的 小白大怒 是谁 是谁 你出来 让小白教训你喜儿也怒了 不要跑了屎包 流流大喊 但是他却没有急出去捉屎包包 而是蹲在地上 哼哼唧唧 把那几盘打翻的饭菜吃了 不能浪费呀 小白跑去找到了屎包 这个屎包正在跟小郑郑 小年等人聊天了 看到小白出现 才想起那一桌好菜 但是屎包也不知道是谁打翻的 又成了一个悬案 等小米和城城到了后 小白和喜儿立即去报案 要求猛警和侦探研究研究 争取捉到犯人 不是我 挨打的小杜来了 刚好从他们身边走过 没谁说是他 结果他来这么一句 会不会是他 流流问 用名侦探的眼光审视挨打的小杜 但问题是 人家才刚进来小红马呀 小白看到他 就想到今天要向他道歉的事 第1805章 我承认 我也欺负过小杜 小白向小杜道歉时 特别去家里把老汉叫了来 老汉不来 心里没底 空空落的 很没安全感 照说 道个歉不至于这样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小伙伴们都以为 那个打了小杜的小坏蛋 揪了小杜的小鸡鸡 小白觉得 如果他承认是自己打了小杜 那么小朋友们会不会认为 是他揪了小杜的小鸡鸡 但到底小杜有没有被揪小鸡鸡 小白也不知道 反正不是他干的 但别的小朋友不知道 不是他呀 这些傻傻分不清楚的 没有头脑的瓜娃子们 才分辨不了那么多 他们会认为 揪小鸡鸡的也是小白 小白身为女生 背不起这样的一口黑锅 张探来了 小白底气足了不少 他还把小刘老师也叫来了 连园长阿姨也被他请来了 小朋友大部分听小刘老师的话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不怕他 而园长阿姨就不同了 没有小朋友不怕他的 园长黄仪 才是能镇住全场的那个人 必须得他在场 对不起 小杜 我昨天不该打你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小白当着小杜的面说道 小杜呆呆愣愣的 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小白又说了一遍 他才回过神来 胆怯地看了看小白身边 和身后的张探 园长阿姨 小刘老师 以及刘刘 嘟嘟等人 这么大的阵仗 他敢不原谅吗 他可不知道 这是小白 请爱给自己壮胆的 还以为是来震慑他的呢 恩恩恩 原谅原谅 我原谅你 其实你打得我不疼 我就是喜欢哭 小杜说 为了让大家觉得 他自己挨打 是咎由自取 小杜接着说 我不该往你的辣椒 咬咬咬咬 我不该压 小刘老师呆了呆 觉得这小杜 每次挨打好像 都有原因 先不管这些原因 能不能构成小杜挨打 但起码不是空穴来风 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处理了太多 小杜挨打的事情 小白和小杜的话音落下 大人们还好 一旁压肠子的喜儿 刘刘 嘟嘟 小米都震惊了 瞪大眼睛看住小白 满脸的不可思议 小嘴巴可以塞下一瓶小熊饮料 万万没想到 昨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小坏蛋 竟然是小白 没想到啊 浓眉大眼的小白 竟然是个小坏蛋 唯独呈呈一脸的淡定 早已洞悉一切的样子 不喜不悲 是你 昨天那个小坏蛋 喜儿震惊地瞪着小白 还以为小坏蛋是溜溜呢 结果是最亲近的枕边人 想不到呀 小白 是你吗 小米难以相信 怎么会是小白呢 这可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宁愿是自己干的 也不愿意是小白 不 一定不是小白 但是小白朝他点了点头 大方地承认了 小米呆立当场 昨晚他研究案情 差点失眠 始终没有找到真凶 怎么也不会想到 真凶是他最要好的好朋友 一晚他们都在一起 小白 坏蛋 我不信 哼 嘟嘟也震惊了 他直接表示不信 哪怕是小白自己承认的 但只要他不信 那小白就不是 啊我的天呀 我的心好痛呀 我的脑瓜子嗡嗡的 刘刘一会捧着嗡嗡的脑瓜子 一会捧住自己的胸口 那颗小星星也在砰砰跳 是你 是你 原来是你 刘刘瞪着小白 一连三个 是你 不足以表达他心中情绪的万分之一 他昨晚被冤枉 差点被小朋友围殴打死 刘刘怎么不会想到 那个嫁活于他的 竟然是小白 真不愧是一如既往的 皮尔黑亚 当刘刘想到这一点时 也就释然了 想通了 没那么难以接受了 这不是小白刮娃子的一贯风格吗 皮尔黑 他被黑了多少次了 从小长到大 一直长大 一直黑 面对好闺蜜们的震惊 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 小白进一步解释道 昨晚是我打了小杜 我把小杜打哭了 我做的不对 但是 我没有揪小杜的小鸡鸡 我也没有陷害刘刘 我也不知道 刘刘会被抓到鸭 他鸭的 他鸭的 流流原地转圈圈 嘴里嘟嘟囔囔 一边是友情 一边是委屈的自己 他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加油 好样的 我相信你 小白嘟嘟握着小拳头 一脸的坚定 眉宇之间阴气满满 给小白加油鼓劲 为小白主动认错的勇气而钦佩 嘟嘟最欣赏有勇气的人 认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我要向你学习 嘟嘟往前走了一步 坚定地站在了小白的身边 挨打的小嘟 吴文言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嘟嘟告诉他 不是学习打你 小嘟这才放心 小白 打人是不对的 道歉是对的 你还是个好孩子 我相信你 我越来越爱你了呢 喜儿说 上前主动 上前主动抱了抱小白 这样的小白 怎么能让心地 纯真善良的喜儿喜欢呢 他比一秒钟前 一分钟前 一个小时前 一天之前 更爱小白了 小米也说 小白 坦白从宽 做错了事 改正永远不晚 我相信你 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和你站在一起说着 小米站在了 小白的左手边 和他肩并肩 一起面对一切 啊我的心好痛 刘刘演技被激发 祖师爷开始附身发作了 他软瘫在地 似乎真相让他难以站住 他被真相击倒了 他难以接受 他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他跪倒在地 双手捂住胸口 那里疼痛难忍 嘟嘟见状 刚想到要去拿急救箱 救助刘刘 这时候 一个小身影 飞快地从角落冲了出来 快让让 快让让 让我进去 我是小医生 我来救刘刘 大家让开一条路 才看清来人 是战地小记者 小微微 身为战地小记者 常年在枪灵弹火中穿梭 会急救手段是正常的 他打开急救箱 抽出一支超大号的注射器 就要扎刘 把刘刘下了一大跳 赶紧爬起来躲开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他压得小微微 你要欺负我 烈 过流流的插科打混 小白道歉后 小杜很快就原谅他了 同时 小白是真凶 这件事也在小红麻里传开了 是小白呢 竟然是小白打了小杜 我才不相信是小白 肯定是榴莲 我好想嫁给小白呀 我不信我不信 小白好厉害呀 我好喜欢小白 小白以前摸过我的脑袋呢 我也打了小杜 一 你打过小杜吗 我也是呢 我也打过 我也欺负过 还有我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好多人承认自己曾经欺负过小杜 原本 大家都不敢承认自己做了坏事 但是今晚小白的勇敢给了大家勇气 纷纷敞开心扉 一时间 教室里几十号小朋友积极喳喳 一个个举起小手 勇敢地承认自己曾经欺负过小杜 张探一看 直接好家伙 这么多 有三分之一吧 他看向小杜 越发觉得这小孩不简单 能激活这么多 是个人才啊 而且是大财 张探万分疑惑 小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曾经的恶霸流 也不至于这么惨吧 我 我也欺负过小杜 小杜 我对不起你呀 又一个小朋友举手了 这回不仅张探惊讶了 小柳老师也震惊了 小小 你也是 这个小小才刚满三岁 是目前小红马学员里 年纪最小的小朋友 说话奶生奶气的 身上还有浓浓的奶香呢 这样的小不点 竟然也举手承认自己欺负过小杜 张探很想问小杜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第1806章我喜欢这里 对不起 小杜 我不该欺负你 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原谅 我原谅你 对不起 小杜 我也不该欺负你 你要是生气 你也打我 我绝对不还手 原谅原谅 不打不打 我们都是好孩子 对不起 小杜 你是个好孩子 我是个坏孩子 原谅原谅 我是个好孩子 你也是好孩子 小红马学园里的小朋友们排队 给小杜道歉 队伍从教室里 一直排到了教室外 张探严助队伍往外走 出了教室 下了台阶 到了院子里 一直排到了小树林边缘 绕着一棵树转了一圈 结尾的是个熟人 小悠悠 张探哭笑不得 问他 小悠悠你也欺负过小杜 小悠悠点点头 柔声说 欺负过 张探又问 这是你怎么还能记的 小悠悠露出两排洁白的小奶鸭 不好意思地说 我刚想起来的 如果他能早点想起来 说不定早就到歉了 张探目光一瞥 好家伙 刚才没注意 原来排在小悠悠面前的事 竟然是小微微 嘻嘻 张老板 小微微主动打招呼 张探无语 但还是问道 你怎么欺负了小杜 小微微愧疚地说 我给他洗袜子 晒在台阶上不见了 是不是被风吹走了 还是被老鼠偷走了 我也不知道 小杜哭了呢 人家能不哭吗 穿住袜子来 光住脚丫子回去 张探目光落到小微微身前 果然 看到了和小悠悠 小微微 形影不离的小李子 小李子一到晚上 就来精神 精神抖擞 精力充沛 似乎白天的饭困 只是为了养精蓄锐 为晚上做准备 他主动获张老板打招呼 问 张老板 你看到榴莲在前面排队吗 张探 说 没看到 小李子 那你要去叫他来排队呀 他肯定欺负过小杜 张探 你们是不死不休吗 有了这俩打底 张探觉得看到谁排队 都不会惊讶了 然而 当他余光瞥见泡茶的老李 忽然起身 站在了小悠悠身后 还是吃了一惊 差点以为自己看花了 小悠悠 小微微 小李子不约而同回头 看向李白白 老李 你这 开玩笑的吧 张探问 他可不相信老李会欺负小杜 毕竟是大人嘛 然而 老李的回答让他失望了 我没开玩笑 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改喻道歉 勇气可嘉 我不断反省 深挖内心深处的阴暗 想起了曾经我给小杜泡了一杯茶 因为太苦了 把小杜喝哭了那孩子实诚啊 明明觉得苦 却还是哭着喝完了 想想我就愧疚不已 张探无言以对 他不能剥夺一个老头子 勇于认错的勇气 他觉得自己还是赶快回家吧 这要是再排出一个什么来 他怕三观被刷 就在他回去的时候 他余光看到隔壁的工作室也来了 至于是不是来排队给小杜道歉的 张探不知道 是张老板A 张老板怎么不排队 路过小朋友们时 排队的小朋友们议论纷纷 张探寻声看去 是几个小不点 不怎么熟悉 但是有一个没说话的很熟悉 屎包 包包你怎么也排队了 张探问 他曾经教过屎包 如何当一个小男子汉 这家伙不会以欺负小杜 来证明自己吧 屎包包很不好意思地说 小杜跟我们玩老鹰抓小鸡 我是最后一只小鸡 他抓不到我就哭了 你们 厉害 张探彻底无语了 回到了楼上 过了好久 喜儿先回家了 我回来了 这小家伙似乎完累了 回到家里 爬上沙发 靠在张探身边 捏捏地开始犯困了 张探不放心地问他 喜儿 你不会也向小杜道歉了吧 喜儿闻言 虚弱的海阿叶笑了笑 说 我 我才没有欺负小杜呢 那就好 这符合张探心目中 喜儿的人设 刚刚太多小朋友的人设 在他心中被推翻 要回去睡觉吗 张探问 我不 我要等小白回来 喜儿说 小白直到十几分钟后 才回来 嗨阿叶 你回来了 喜儿努力笑着说了一句 眼皮子打架 再也支撑不住了 闭上眼睛 睡了 张探把喜儿抱回卧室 小白也跟了来 轻声说 给喜娃娃一个布娃娃 让她抱住 不给个布娃娃 回头这刮娃子 就会使劲抱住 小白自己 隔天醒来 小白又会全身劳累 布娃娃刚塞过去 闭着眼睛的喜儿 就一把紧紧抱在怀里 回到客厅 张探问小白 楼下怎么样了 小白说 都道歉了 可热闹了 张探问 刘刘道歉了吗 小白呆了呆 似乎想起了刘刘 惊讶地说 没有呢 刘刘道歉了吗 小白呆了呆 似乎想起了刘刘 惊讶地说 没有呢 刘刘没有参加道歉 她竟然没有欺负过小杜 张探也惊讶 比起刘刘欺负了人 但是没有道歉 张探更愿意相信 是刘刘没有欺负小杜 起码没有欺负小杜哭 张探说 所以你知道了吧 做错了事是不对的 但是能意识到自己做错事 并且有勇气承认 那他就不是一个坏孩子 小白点点头 老汉 你说得对 我晓得了 今晚的经历 让他印象极为深刻 不论是他 挨打的小杜 今天也度过了极度难忘的一晚 从来没有这么多小朋友 向他道歉 他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到后面 他哭了 眼泪汪汪的 小朋友们一个个来到他面前 向他说对不起 夸他是个好孩子 他心里涌出一股难言的情绪 他太小了 说不清这股情绪是什么样的 总之就是 他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夜晚 小杜的妈妈来接他回家 园长黄仪和小柳老师 一同把小杜送到妈妈手里 并且向妈妈说了今晚的事 离开学园 出了大门 小杜跟在妈妈的身边回家 忽然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看 小红马深夜学园 那闪亮的招牌 对妈妈说 我好喜欢这里啊 小杜的妈妈欣慰地说 那明天我们再来 好 第1807章庆功宴 海阿黑我们的辣椒泱泱 长得越来越好了 一天没见他们就长高了 你 不要去吃我的辣椒泱泱泱哦 小白 你不要担心我 我不是那样的孩子 你要担心别的小朋友 别的小朋友 那锅 喜儿没有说 要特别提放小悠悠 因为有好几次 他看到了小悠悠 在辣椒泱泱地里转悠 这里摸摸 那里扯扯 小白 我们给辣椒泱泱泱围一个泥巴 把他们保护起来 说的有道理之后 小白对在辣椒泱泱地里 围一个泥巴很认可 当即何喜儿 说钱就干 泥巴他们是不会做的 于是他们去请教老李 老李说要一些枝条 于是他们跑进小树林里 找了几根 拿到老李身前 请他教 老李手把手地教他们 编了一道简易的泥巴 两人兴高采烈地跑去 把辣椒泱围起来 围好了泥巴 两人充满成就感 站在泥巴外 打量辣椒泱泱 几天不见 辣椒泱泱长高了 长是喜人 真是一天样压 为什么辣椒泱泱 长得这么快 喜儿好奇地问 与辣椒泱泱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自己 他都好几年了 好像还没长大似的 还是小小智 今天他过马路 还被前爹拎过去了 虽然前爹是好心的 但这让他气馁不已 我天天给他们浇水 小白说 他对这几株辣椒泱泱 可上心了 会不会是因为小肚尿尿了 喜儿问 小白顿时无语 甚至烦躁 夜色笼罩 路灯都亮起来了 浦江城里灯红酒绿 热闹喧嚣 和小红马学园里 庞浮两个世界 学园里虽然也热闹 但只是热闹而已 不会喧嚣 没有浮华气息 在这里 庞浮一切都是慢悠悠的 都是天真可爱的 或许 这就是老李喜欢待在这里的原因 光是看门的职责 不足以让他一天到晚 守候在这里 吃了晚饭 张探也下楼来散步 在院子里夺步 参观了小白和喜儿 刚做的篱笆 再欣赏了他们 悉心照顾的辣椒泱泱 老李为他泡了一杯茶 张探坐下来 和他聊了悔天 听老李说 看门的老冯这几天请假了 这个张探倒是不知道 毕竟小红马学园 主要是黄仪在管理 他是老板 但也是甩手掌柜 不是大事要事不会找他 他怎么了 张探问 老冯的年纪 比老李还要大三岁 看起来不止三岁 说大十岁都有人相信 这是岁月痕迹 和生活的负重 在他身上留下的足迹 张探一直有些担心 老冯职业班的时候 能不能吃得消 但是一年多来 他做得很好 他去了深城 小俊的眼睛做了手术 他去看望牢里说到 语气有些轻快和欢喜 我小俊啊 张探想起了曾经学员里的冯小俊 小俊的眼睛有问题 心里自卑 性情敏感 后来 小俊被妈妈带去了深城做手术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消息了 今天是张探第一次听到了 手术成功吧 张探问 老李点头 很成功 但就是现在眼睛蒙了纱布 看不到东西 要恢复一段时间 这些我都是听老冯说的 他心情好得很 说不定他再回来 会把小俊也带回来 张探笑道 那就好 这时候 小红马学员里陆续有家长 领着小朋友们到来 老李坐不住了 要到港厅里登记 张探便到漫画工作室里 转了一圈 里面还有好一些人 当他出来时 刚好看到刘刘 正在和小白几人凑在一起 他妈妈朱小静 正在和小刘老师说话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你一个 没有了 榴莲正在给小闺蜜们 发什么东西 一人一个 塞进嘴里 吃得喷喷香 张探凑过去问 吃什么 刘刘吓一跳 下意识地捂住手里的好东西 抬头一看 是张老板 顿时放心了 张老板不是淤总 不会贪手要小孩的吃的 是我买的 这个尖角 我分给小朋友们吃了 没辣说着 刘刘赶紧把手里 给自己留的最后一个 塞进了嘴里 熬屋爹 嗨阿贤 前爹你要吃吗 我的给你吃 还是喜而孝顺 打算把自己分到的那个尖角 送给张探吃 你吃吧 我就问问说着的同时 张探看向了小白 心想亲闺女不表示一下 她也不是真吃 不需要小朋友真给 意思 表示表示一下就可以 心里便会暖洋洋的 老汉 你不要看我塞 我的已经吃完了 霍霍霍 你出来的太晚了 小白笑道 我没那个意思 张探说道 去找朱小静说个事 迎面走来一个小朋友 你们在聊什么 边吃边聊呢 好像很好吃的 是什么 我能看看吗 恩恩额 给我看看好不好 我不吃 我就是想知道 看看嘛 喜儿 你和我玩好不好 是浑身还有奶香的小小 这个小朋友似乎有些话牢 咕噜咕噜说了一大堆 但是能让人听清的 只有偶尔蹦出来的几句 朱小静正在和小刘老师 讨论榴莲的问题 她最近发现 榴莲这个家伙 晚上在小红马 好像总有东西吃 不知道哪里来的 她此刻就是在和小刘老师 对接这些吃的是从哪里来的 好切断来源 刘刘真惨 张探心说 然后告诉朱小静 白娘子传奇 要办庆宫宴 邀请刘刘也参加 毕竟人家榴莲的可是主演 小时候啊 小白和喜儿会参加 榴莲去不去 要看朱小静的意思 说到白娘子传奇 朱小静第一时间 给张探送去祝贺 这部电视剧 刷新了一系列的电视剧记录 是这个暑假最大的赢家 那几位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演员们 也名声雀起 如今经常能在各大电视台的 综艺节目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非常的活跃 哈哈 谢谢张探心情也好 她想过白娘子传奇能火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火 这不仅仅是作品质量的问题 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成 第1808章怎么呢 你舍不得你老公吗 白娘子传奇电视剧大火 收视率高的吓人 出品方和广告商都赚得盆满钵满 剧组当然不会小气 给三位出镜不多的小演员 包了大红包 榴莲和小白的给了八万 喜儿的是五万 张探一看 这不行啊 太欺负他家喜娃娃了 立刻给喜娃娃补了三万 没跟谭景儿说 榴莲是因为咖位在那里 这可是五十一票房大女主角啊 要不是小 加上戏份确实不多 八万就想打发 开玩笑呢 而小白虽然咖位不如流流 但他另一个身份更重要 所以剧组也包了八万 至于谭喜儿小朋友 咖位是最低的 属于小跟班类型 职业洗秘书 所以就少了点 张探把红包给了朱小静 是一封信封 信封里有银行卡 朱小静再次感谢 晚上 当谭景儿来接喜儿回家时 张探也把红包给了他 姐姐 是我赚的工资吗 回家的路上 喜儿主动问起红包的事情 当爹给姐姐红包时 他就在旁边了 小朋友现在已经熟悉了 以前演了戏也能有红包 他都上交给姿子 是啊 你不是演了小青吗 这是给你工资 谭景儿说道 他牵起喜儿的手 走在巷子里 路灯下两人的倒影 不断拉长 拉长 然后又变短 如此反复 嗨嗨啊 姐姐 你怎么收下了呢 你不能收呀 你应该给前爹 这是我在前爹家里的生活费呢 我吃他家的 喝他家的 还睡在他家里 他还要扶着我过马路 你就不能给他一点生活费吗 我怎么好意思呀 嗨嗨啊 姐姐 做人不能小气呀 你便小气了 谭喜儿小朋友 巴拉巴拉 说得谭景儿响 给他屁屁儿两下 知道了 我会给你前爹生活费的 就你能 我不能 我就知道一点点 我还在学习呢 喜儿一点也不骄傲 谭景儿哭笑不得 两人回到家里 喜儿还想骑趴趴马 被谭景儿趁机报复 命令他立刻去洗澡刷牙 准备睡觉 我骑一会儿趴趴马呀 喜儿申请 不可以 这都几点了 还骑趴趴马 快点 不要让我生气 喜儿不甘心地 从趴趴马上下来 嘀嘀咕咕 一肚子的小牢骚 洗了澡出来 他见姐姐没在客厅 就想趁机骑两把 结果姐姐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来 你干嘛 贼嘻嘻的 嗨呀嗨呀 喜儿前笑 去房间里 准备睡觉 你的睡衣怎么变小了呢 谭景儿走到喜儿面前 蹲下来 把他伸上的 小睡衣一拉一拉 发现不是衣服缩水了 而是喜儿长大了一点点 喜儿 你长大了 睡衣不合身了 我长大了 对 你长大了一点 你看你的衣服 你穿太紧了 嗨呀嗨呀 喜儿大笑 今晚他刚刚还在抱怨 自己怎么半天不长大 看来还是要念叨呀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一念起来 就长大了 我明天要跟前爹说 过马路不准拎我了 哼 喜儿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这个 虽然前爹是好心帮他过马路 但却践踏了一个小朋友的自尊心 小白他怎么不拎 就拎卡 哼 谭景儿正在拆红包 拿出了卡 登入了网路银行 当看到卡里的金额时 尽管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吃惊了一下 八万 好多零 好多钱 他看看嘀嘀咕咕 对自己被拎了而不满的喜儿 心中给自己打气 他要加油啊 不然一年下来 赚的没有喜儿多 喜儿小小年纪 就已经可以养家了 同时 在小沈家 朱小敬在刘刘的监督下 也查看了网路银行 这是我的工资 我要用来买吃的 刘刘立刻说 以前的工资都被朱妈妈黑了 这次他留了心眼 先给妈妈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再给爸爸买一把拖把 然后给我买巧克力 刘刘说 小算盘打得啪啪响 知道先讨好猪妈妈 猪妈妈高兴了 她的巧克力才有注入 你想太多了 朱小敬收起手机 冷酷无情 她不仅不会给刘刘买巧克力 还要进一步切断 刘刘的零食来源 今晚在小红马 她已经和好几个 喜欢投刘刘连的小朋友沟通了 说服了他们 刘刘还不知道这些 如果知道了 她要哭死 不知道也好 今晚她的心情美美的 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 不过 此刻听了猪妈妈的话 她很不高兴 我为什么想多了 我才没有想多了 这是张老板给你的红包 没错 但是你太小了 法律上不允许你有这么多的钱 规定必须交给爸爸妈妈管理 我帮你存起来 等你长大了再交给你 那时候你可以买房子 买车子 也可以当自己的嫁妆 留连听了 很不乐意 我要房子 我要车子干嘛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要巧克力 朱小静不跟她纠缠这个话题 而是说 那这样好不好 我允许你去参加庆功宴 你就别再跟我提买巧克力的事情了 刘刘极力争取 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 还差点被打了 连庆功宴都差点被剥夺 她苦啊 她躺在床上 用智慧电话手表和嘟嘟诉苦 嘟嘟你说 我遇到这样的朱妈妈 我苦不苦 我太难了 我好想离家出走呀 如果我不是坚强的小石流 我早就哭了 我可能活不下去呢 刘刘趴在床上和嘟嘟聊天 完全没注意身后的房门开了 朱妈妈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 把这一切都听走了 嗨嗨 朱小静见刘刘傻乎乎的样子 一点也没注意到她的到来 便咳嗽两声 引起刘刘的注意 刘连的身体微不可查地抖了抖 然后就听她对嘟嘟说 嘟嘟 刚刚我妈妈照顾我洗澡了 我现在香香的 我真要谢谢朱妈妈压嘟嘟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睡觉了 因为我们要早睡早起 这样才能健康长大 你听话 你也早点睡哦 要不是她一个电话打过去 人家嘟嘟早就睡 那嘟嘟是到点就睡的 已经被刘刘耽误了十几分钟了 朱小静走到房间里 坐在床边 盯着刘连好 然后说 明天去参加张老板的庆功宴 你就穿这身衣服 我告诉你 你不准在宴会上乱来 要听话 不要什么都吃 什么都喝 明白不 刘连点点头 朱妈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是你的女儿 你是我的妈妈 女儿听妈妈的话 好开心呀 朱小静笑道 不偷偷地被地理骂我了 我骂你我就不是人 我从来没有骂过你呀 朱妈妈 啊 我亲爱的妈妈 我今晚和你一起睡觉 这不行 怎么呢 你舍不得你老公吗 我也是老公呀 我是白娘子的老公呢 我演老公很厉害的 第1809章庆功宴 白娘子传奇电视剧 要举办庆功宴 这部电视剧前阵子已经全部播完了 成绩相当娇人 不办庆功宴说不过去 张探向榴莲和喜儿发出了邀请 榴莲的妈妈朱小静已经同意了 谭景儿犹豫了一下 也答应了 谭景儿主要担心她家小朋友去参加庆功宴能干嘛 吃不下喝不了 就纯纯算人头的 一餐三碗饭都不能吃完 欠了一屁股的饭债 不过 喜儿坚称自己是去陪小白的 是去监督前爹不能喝醉的 谭景儿便同意了 而且 她也去了 邀请本来也是邀请了她的 不然 人家谭喜儿小朋友一个人怎么去 要邀请的话 当然要连通家长一起 只不过以前谭景儿一般不会去 喜儿要去的话 也是和小白张探一起 由张探带住 由小白看住 四人坐张探的车子一同前往 谭景儿坐在副驾驶位上 小白或喜儿在后排说话 晚上你要喝酒吧 谭景儿问 张探一边开车 一边回答 肯定不能避免 庆功宴上她不可能不喝酒的 她是剧组的核心 哦 谭景儿的目光直勾勾地看住车子前方 他们正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她刚想说 那你要少喝一点 不要喝醉了 话到嘴边 就听张探主动说道 我会少喝一点的 不喝醉 嗯 谭景儿点了点头 这时候 坐在后排的谭喜儿小朋友忽然说 前爹 我子子昨天说 小张不能喝醉了呀 要少喝一点张探 谭景儿先识一呆 接着 趁路道 谭喜儿 你瞎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嗨嗨啊 谭喜儿小朋友大笑 翻滚在后排的座位上 压到了小白的衣服 被小白一把推开了 她不去辩驳 让人不知道她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小滑头 谭景儿从后视镜盯着她 气得牙痒痒 终于 汽车到了饭店 剧组的人员已经来了很多 朱小静和刘刘已经到了 好家伙 刘刘正在给人签名 合照 索取签名的人排了队 三个 要了签名后 这些人还蹲下来 跟住刘连自拍一张 刘连者不惧 十分的热情 拍完了之后 刘刘坚持要看一看照片 看到不满意的就要求重拍 她往后撤两步 撅住小嘴 一手捧着脸 急进卖萌之能事 不远处的朱小静一脸的受不了 小声对刚来的谭景儿说 她脸大 又圆 所以要离镜头远一点 还要用手捧着 这样闲晓 谭景儿无言 已对 这对母女一直在相爱相杀 他们互相诋毁可以 外人要是跟住说 只定人人家心里不舒服呢 看到小白和喜儿来了 榴莲请他们先到一旁等她 等我忙完了 我来找你们玩榴莲说 小白说 你不用找我们玩 我们自己会去玩 榴莲一看 好家伙 小白和喜儿真的走了 她果断甩掉最后一个粉丝 追小伙伴去了 等等我呀 等等我 等等我 我来陪你们玩 好朋友们 最后一个粉丝是个中年大叔 对自己被甩有些难以接受 呆愣在原地没有缓过来 她排队排了十几分钟 虽然总共就三个人 但是每个人花的时间多 张探笑道 老鱼 榴莲不给你面子 她认识这人 是剧组的首席摄影 老鱼 家里也有一个女儿 和刘刘小白差不多年纪 上次听老鱼说 她女儿很喜欢榴莲 哎 我等一下再找她 老鱼缓了过来 说道 明星嘛 都忙 嘿 都忙 可以理解 她给了自己一个 勉强过得去的借口 这样才好受 一些 庆功宴在晚上七点开始了 一共三十桌 一桌十二个人 把酒店的宴会厅塞得满满的 这还是有一部分剧组人员没来 白娘子传奇结束后 有些人立刻就进入了其他剧组 忙得走不开 庆功宴一开始 气氛就起来了 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吃了会儿菜 就开始有人敬酒了 张探坐的是主桌 最先被敬酒的 她虽然能喝一些 但是也经不住这样敬酒啊 现场可是有三十桌 去到他们自己这一桌 还有二十九桌 光一轮下来 她就扛不住 她给自己的白酒里 颤了一些矿泉水 一次敬酒不全喝完 吻一口就行 还好大家都能理解 不会起哄要她喝完 几轮下来 小白开始担心她 扯了扯她的衣裳说 老汉 你少喝一点塞 你要是醉了怎么办 小白就坐在张探的身边 组织活动的人 不可能没有这点眼力见的 小白不知道她老汉偷奸耍滑 给自己的酒杯里 拆了水 她还以为老汉 一直在喝喝喝 好 听你的 我少喝一点 张探爽快地答应了 同时大声对周边的人说 我女儿说了 要我少喝一点 不能喝醉 我感觉自己 已经七七八八了 后面敬酒 我就以水带酒 这一桌的人 是导演 制片人 以及几位主演 当然是张探 说什么就是什么 退一万步讲 他们中 谁敢灌张探的酒呢 也就剧组里的那些工作人员 有些混不吝的 才偶尔赶起哄 让张探多喝一点 吃点菜 小白 想吃什么 告诉姐姐 姐姐给你家 坐在小白另一侧的 是主演白娘子的女演员 小白坐在她身边 简直是天赐良机 让她可以搭讪 要是张探 还真不好搭讪 张探看着好说话 其实难接近 小白就不同了 小孩子嘛 对她好 她会有好感 但她想太多了 人家小白 猴精猴精的 吃了她家的菜 感谢了几句 就端住小碗下桌了 女演员赶紧问她去哪里 霍霍霍 我去找刘刘和喜儿一起吃 她不待这里了 去到刘刘和喜儿的那一桌 至于她老汉 她已经叮咛过了 她老汉敢不听 小白坐这里 我们挤一挤 有人看到小白 端住小碗拿着筷子来了 赶紧挤出位置 给小白加了一把椅子 让她和喜儿 刘刘待在一起 第1810章抢红包 嗨呀 喜儿今天心情大好 脸上笑叶如花 自从开席之后 她就一直在加菜 加菜 加菜 自己没吃几口 全给刘刘加了 给你吃 刘刘 多吃点 喜儿说 谢谢你喜儿 刘刘没想到喜儿 还有这样的功能 她今晚太轻松了 坐着吃就行了 喜儿会不断给她加菜 你自己也吃鸭 喜娃娃小白说 嗨阿姨 我都快要吃饱了 喜儿 你不要给刘刘加菜了 她今天吃的已经够多了 猪小精看不下去了 一直在估摸住刘刘的量 感觉差不多了 就不让她再吃了 主要是荤菜不能再吃了 蔬菜可以吃点 不让吃了就不吃 刘刘今天好说话 既然不让吃了 那喝总可以吧 她惦记住餐桌上的 大瓶小熊饮料呢 喜儿 我给你们倒 榴莲给喜儿和小白 倒满了 三人举起酒杯碰杯 都是一口钱了 我们来敬一下 三个小演员 这桌上的桌掌提议到 小白 刘刘和喜儿 主演的电视剧 要开拍了 马上就是三位女主角 在这里 我们提前预祝 她们收拾长红 大家都知道了 小戏古之白娘子传奇要开拍了 而眼前这三位 就是戏里的大女主角 谢谢 谢谢 小白有模有样地举起杯子 回敬大家 喜儿见状 有样学样 也跟助小白举杯感谢 刘刘则笑眯眯的 嘴里不停地说着 长红 长红到我长红 你长红 我们都长红酒过三巡 有人说要发红包了 现场的气氛更热烈 一个个 眼巴巴的 刘刘听了 小眼放光 小白和喜儿 则跟没听到了一样 两人还在碰杯赤花生米 刘刘不吃了 关注发红包的事情 她四处张望 发现说话的是一个 不认识的老头子 不知道该做什么的 她等啊等 却始终没看到 有人发红包 反而是大家一个个 拿起手机 埋头捣鼓手机 她凑到她妈妈身边看 问道 你们在干嘛 发红包啊 哈 傻孩子 发红包呢 用手机发 对啊 刘刘赶紧亮出自己的智慧儿童电话手表 问 我这个也有吗 你这个没有 为什么我的没有 刘刘怒了 朱小静 你吃了几个菜啊 敢对我吼 刘连一听 赶紧开溜 去找小白 获喜儿 我们没有红包 就我们没有 刘刘说 这样这样那样 小白听了 若无其事地说 没有就没有呗 纸飞飞 给了红包 她也是荡成纸飞飞 至于喜儿 海阿贴笑着 加花生米吃 庞扶没听到 红包的事 感情三人中 就刘刘有一点 钱财意识 另外两个 都是憨憨儿 饱里饱气 这时候 现场一阵轰闹 原来是发了红包了 大家都在抢 啊 我抢到了五百 有人欣喜地说 榴莲眼巴巴地跑过去 伸长脖子想看看 我猜一百五十 又有人说 榴莲赶紧迈着 小短腿跑过去 我两百五十 刘刘文迅 又追了过去 现场抢红包的声音 此起彼伏 沈刘刘大燕燕 忙得团团转 哪里抢到了 她都要跑去凑个热闹 跑得次数多了 她吃味越多 终于不跑了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只见小白和喜儿 还在一边喝小熊饮料 一边夹花生米 她嘀咕两句 骂这两个瓜娃子 怕不是憨憨儿 她再次亮出自己的 儿童智慧电话手表 不甘心地查看到底 有没有红包出现 然后鼓到了半天 看起来好像有事的 红包雨远远没有结束 这只是开始 张探也不得不给众人 发红包 现场再次陷入 抢红包的热潮中 刘刘看得眼馋不已 气得小心肝疼 小白 小白 你爸爸在发红包 把你的钱都发完了 刘刘去找小白告状 煽风点火 啥子意思 小白问 刘刘说 你爸爸给你存的 将来买房子 买车子的钱 还有你将来要嫁人的钱 都发给大家当红包了 小白一听 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原来就这 别打扰他家花生米 没了再撞腮 刘刘见状 确定小白就是个傻孩子 他不屑跟这样的傻孩子玩 他溜达到妈妈身边 缠住妈妈拿走了手机 红包他来抢 哈哈哈哈 我抢到了很多 三百六十块 刘刘大喜 抢红包原来这么好玩呀 你这个钱要还给我呀 你是不是想不还给我 我会给你的 给你存起来 将来给你买房买车 当嫁妆 庆宫宴终于结束了 刘刘舍不得交出手机 主要是舍不得 存在手机里的钱 那可是他刚刚辛苦抢来的 但是猪妈妈又拿买车买房子 当嫁妆来哄他 刘刘气得心甘疼 同时 张探等人也准备回家 张探喝了酒 不能开车 叫了饭店外的代价 锦儿也要找时间去考驾照 张探坐在车里 对后排的谭锦儿说 嗯 是要去考谭锦儿说 这里有瓶酸奶 给你 喝了会好受一点 张探接过了酸奶 一边喝一边看住前方 发现车开得好慢 不禁对代价师傅说 怎么开这么慢 代价是个二十几岁的男子 文言苦笑道 老板 你别催啊 你这豪车我有点不敢开 要是不小心磕了碰了 我几年白钱了 我本来不想接单的 但你给的太多了张 探无语 其实之前就叫了一个代价 结果人家看了一眼这车 又大 又贵 要是真碰了一下 一年真是白钱了 所以人家直说不敢开 让他换人 然后 这个小伙子来了 慢一点就慢一点吧 张探闭目养神 睡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到了皇家村 谭景儿把他叫醒了 先回家吧 回家了再睡 谭景儿柔声说 嗯 回家 张探从车上下来 谭景儿带着喜儿 没有直接回自己家 而是跟来的小红马 谭景儿把张探和小白 送到了家里 照顾小白洗完澡后 叮嘱张探也早点洗澡睡觉 然后才离开 第1811章 护棚换游补作业 谭家小姊妹走后 洗完澡的小白 回到了卧室里 张探去了洗澡 当他洗澡出来 来到小白的卧室时 只见小朋友 正趴在床上 玩平板电脑 电脑里播放着卡通 小白依然很喜欢 看动画片 不过不看低龄动画了 和谭景儿小朋友不同路 两人为此争吵过好多次 一个要看 百变小鹰那样的 一个却要看 爱探险的朵拉这样的 谭喜儿小朋友的心理年龄 绝对比实际年龄更小 他的喜好和小悠悠 他们都在一条水平线上 不要看卡通了 要准备睡觉了 张探说 好的 我看完这集就不看了 小白头也不回地说 张探问 你头发吹钱了吗 说着 他上手摸了摸 小白的头发很柔顺 长长了不少 已经不像西瓜头头了 看起来像是齐儿短发 雨还在长大 对西瓜头头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 吹钱了 是锦儿姐姐帮我吹钱的 那好 这动画片很好看嘛 好看好看 张探陪小白 把这一集动画片看完了 这个小朋友想要趁他没注意 快速点播第二集 你想干嘛 我看着呢 张探及时说 霍霍霍 我在一集塞 小白几枚弄眼 小手按戳戳地点看了新一集 眼睛却瞄着张老汉等待他的同意 那不行啊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们明天再看张探说着 把平板电脑收走了 小白叹气一声 趴在床上 身无可恋的样子 忽然 他想到什么 双手支起小身子 看向张探问道 小光哥哥他们 Longer不做个百变小鹰这样的动画呢 这个可好看了 张探说 可以做啊 你给他们出主意 他们有了主意 就可能会做 哈哈 我来想想 小白顿时来了精神 脑袋瓜子里 开始迸发出各种奇思妙想 说要说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不 是一群女孩子 就像他们闺蜜团一样 专门打坏蛋 张探说 就叫只想玩不想干活 闺蜜团怎么样 啊哈哈 我不要 不好听 要好听一点的 隐形小队 哎呀也不好听 老汉你再想想 美少女战士 哎呀老汉你愣是要的哟 就叫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专门打击坏人 他们要代表月亮 消灭每一个坏人 让这个城市没有邪恶 小白听得眼睛发亮 连连点头 要得要的代表月亮消灭你 你别指着我呀 难道你要消灭我 或或或 不是 我是说要消灭花辣花辣的小光 小光也太倒霉了 哈哈哈哈 老汉 你再想想 美少女战士 要有几个人呢 必须有我 小米 喜儿 刘刘 嘟嘟 成成 可以 一共七个 每个都很厉害 两人你一言我一句 差不多就把美少女战士的设定 给理出来了 张探一看 这不行 小白越来越兴奋了 看起来根本没睡意了 张探就说 你的暑假作业 做完了吗 嘎 小白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了 整个人彷復定格了一半 这老汉真是的 这么开心的时候提起这个 这是故意给他找茬 Epsilon等于Omicron I 小白气馁地趴在床上 把脸埋进枕头里 闷声说道 老汉 我明天啥子事也不干 就做作业 有志气 那睡吧 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 明天奋战一天 争取把暑假作业做完 呼噜噜呼噜噜 这是 什么 声音 小猪佩奇 哈哈 是你吗 不是我 是喜娃娃 她睡觉就是这样出声的 哈哈 下次她这样打呼噜的时候 你叫我去看 好 小白一口答应 张探把房间里的灯关了 只留下一盏角落的落地灯 灯光淡黄 在卧室里营造出很温馨的感觉 躺在床上的小白忽然说 老汉 我狼觉得锦儿姐姐好像妈妈呢 张探愣了一下说 她照顾喜儿 不就像妈妈吗 她虽然是姐姐 但是做的事全是妈妈的 小白点点头 锦儿姿姿真好 说完 躲进被窝里 霍霍笑起来 不知道她笑什么 同时 在老沈家 不同于小张家的温馨 而是鸡飞狗跳 大半夜的还在四处飞奔 沈利明无奈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穿住睡衣 头发乱糟糟的 一脸的生无可恋 她面无表情地看住她家的流流 从卧室里休的一下 光脚跑了出来 穿过客厅 跑进了厨房 砰的一声 把门关了 紧接住 朱小静也关着脚追了出来 蹲在厨房外 对里面的瓜娃子喊话 你有本事出来啊 你出来啊 我不出来 我出来就会被你 打死 原来你知道啊 我聪明柱呢 你休想骗我了 两人隔着玻璃门吵了一架 沈利明听得耳朵起茧了 靠在沙发上 闭母尝试睡觉 今晚 从庆宫宴上一回来 这对母女就一直在吵架 大意是榴莲要求她妈妈 把手机里抢的红包钱 提出来给她 朱小静不肯 于是就吵了起来 沈利明发现 自己怎么也睡不住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就对神采奕奕的朱小静说 老婆 十一点半了 明天我们还要上班 朱小静气哼哼道 我也知道啊 但你女儿躲在厨房里不出来 我有什么办法 沈利明 不就是几块钱吗 我给她 她起身 告诉刘刘 红包钱她来出 八百块钱哦 刘刘说 这么多 抢什么红包啊 你抢劫吧 你是不是玩不起呀 刘刘不高兴了 朱小静说 确实是八百块 沈利明为了能早点睡觉 一咬牙说 那这样 我给你八十块钱 你出来 上床睡觉 能给 一百块钱吗 刘连讨价还价 两人稍一还价 最后一百块成交 刘刘兴高采烈地出来了 在她妈妈的虎视眈眈下 收了钱 进了卧室 爬进了被窝里 躺好 双手叠在鼓鼓的小肚子上 萌萌地对跟进来的 朱小静和沈利明说 睡告 做一个乖宝宝 朱小静加沈利明 您可别把乖宝宝这个词弄奇异了 隔天一早 正在吃饭的朱小静 接到了小白打过来的电话 对刘刘说 小白喊你今天去他家里 一起做作业 哈 做作业 暑假 作业 你做了吗 没做吧 要不要去和小白一起做 他帮我做嘛 你想挨揍是不是 666我跟你开玩笑的呢 朱妈妈 你怎么开不起玩笑呀 你真好笑 我看你是皮痒了吧 朱爸爸 你看你老婆 又吓唬我 整天吓唬我 我都要长不大了 我看你长得挺好的 沈利明心想 吃了早餐 朱小静就把他送去小红马 学员出了地铁口 经过学员不远处的天桥时 沈大燕燕看到桥下好多卖吃的 就死活要买一批 手上有了钱 就整天惦记怎么花小 不花完绝对不甘心 而且大燕燕找的借口 十分的冠冕堂皇 去小白家写作业 不要送礼吗 怎么能空手去呢 我中午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呢 我怎么好意思呀 我哪里吃得下鸭说的好一个大义里人 朱小静无奈 只能让他买 要不是他拦着 这家伙要把一百块钱一次性花完 大包小包拎在手里 大燕燕兴高采烈 走路带风 赶往小红马 朱小静跟在身边 忽然觉得不对啊 人家小白没说要请刘刘吃午餐啊 第1812章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李白白 开门是我来了 榴莲站在小红马学员外 对里面的老李大喊 老李见怪不怪 给他打开一条缝 放他进来 榴莲看了看这条缝 不满道 我进不来呀 老李健壮 赶忙再打开一些 笑道 刚刚喜儿就是这样进来的 哼流流冷哼了一声 进了学员 傲娇地说道 我本来要给你一些吃的 但是你这样子 我就不想给你了 老李注意到他打包小包的 同时朱小静也 来了 哎呀我还是给你吃米 刘刘想了想 要尊重老人家嘛 于是把专门给李白白买的葱油饼奉上 谢谢你呀 还真的有我的 老李有些惊喜 不用谢谢 下次你不要让我卡在门里了就行 刘刘上了楼 敲门 开门的是喜儿 刘刘一见到他 立刻洗上煤烧 暗戳戳戳的样子 喜娃娃可是很热情的 非常喜欢做作业呢 朱小静见到了张探 把刘刘放在这里后就走了 家里除了喜儿和小白 就只有刘刘了 不过 小白说 小米等一下也要来 他们两个都是学渣 辅导作业的工作就交给了小米 至于喜儿 这是枪手 嘟嘟呢 我的嘟嘟怎么不来 刘连问 小白说 嘟嘟要去练滑板 没有时间来 晨晨呢 我的小香瓜呢 刘刘问 晨晨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写作业累了 就可以请小香瓜说故事 放松放松 听故事的空档再写作业 这回是喜儿回答 晨晨说 她要睡觉 刘刘呆了呆 我好羡慕沐沉沉鸭 她鸭的 真羡慕鸭想到 沉沉还在睡懒觉 而她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 马上又要写作业 顿时心里一股不平之气涌起 就想吃点东西鸭一鸭 她把带来的各种零食板上 什么葱油饼啊 尖角啊 玉米棒子啊 马蹄糕啊 样式很多 刘刘 你不是刚吃早餐吗 不歇一些吗 张探西问 榴莲 歇一些就凉了 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大燕燕 昨晚和猪妈妈拼死拼活 才要到了一百块钱 结果一早上 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吃的 花钱是真的大方 在场的几人 只有小白勉强坐了下来 和榴莲分享零食 张探不吃 喜儿也不吃 早餐已经把她称得像个小憨憨了 在榴莲和小白品尝零食时 喜儿已经搜刮了两人的书包 把他们的暑假作业本检查了一遍 然后向前爹做了汇报 再把作业本放在小树桌上 毕业白好 回到餐厅说 吃完了就去写作业 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呢 小白加榴莲 喜儿才不管他俩高兴不高兴 反正今天他很高兴 他给小米打电话 问小米到哪里了 听说快到了 就跑下楼去接人 没一会儿 喜儿就把小米领了来 一见榴莲和小白还在吃 就大声说 你们还在吃呀 看我把小米都请来了 我不吃 辣 小白吃不下了 起身去书房 小米也跟了进去 喜儿则坐在了刘刘身边 直勾勾地盯住他 干嘛 刘刘不自在 喜儿 吃完了你快去写作业 榴莲抓了抓头发 觉得洗娃娃好烦啊 他受不了被这样盯住 于是无奈起身 也去了书房 终于开始写作业了 张探进来看了看 开好空调 交代小米和喜儿两句 下楼去了工作室 老板 有什么新故事吗 星小光看到他来 立刻上前问道 这家伙每次看到张探出现 都要问这个问题 张探想到昨晚和小白 讨论的美少女战士 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星小光一听 眼睛放光 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张探刚跟他讲一点 美少女战士的故事 张同顺就来了 今天他和张同顺有约 因为要监督小白写作业 所以就把地点 约在工作室里了 张同顺来了 星小光自觉地 给他们倒了水 退了出去 今天张探是要 获张同顺讨论新剧本 张同顺在拍摄 小戏谷之白娘子传奇的同时 也准备拍摄 另外一部作品 不然小戏谷的拍摄 时间过长 浪费他很多时间 张同顺满怀期待 终于从张探手中 拿到了一份 刚印出来的剧本 只见剧本的封面写着 当幸福来敲门 这名字一看 就是文艺片 张同顺就喜欢文艺片 他刚拍的 《怦然心动》 也是文艺片 他对张探的剧本 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张探的剧本 谁不想要 唯一的期望便是 他希望这回 不再是小孩子的故事 张同顺不是没拍过 大人的电影电视剧 但是他最出名的 都是和小孩子有关 比如最早的成名作 《小戏谷》 到今年暑假的 《怦然心动》 他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进军主流市场 不论是小戏谷 还是怦然心动 其实都不算是 主流市场 他满怀期待的翻阅 当幸福来敲门的剧本 看住看住 快速地带入了剧情中 当看到男主角 带着女儿 住在公共卫生间里 用脚死死抵住厕所的门 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 一边羞愧 一边流泪 他也不禁感触良多 汗毛竖起 当看到男主角 走在人群中 流着喜悦的泪水 高高举起双手 没人给自己掌声 就自己给自己掌声 他一个老男人 也不禁红了眼眶 不用再往下看了 他知道 这真是个好剧本啊 他要是不拉胯 这部电影拍出来 可以冲击一下电影大奖 看完了 张探收起手机问 张同顺说 没有看完 不看了 回去再看 这么好的故事 他不想在这里匆匆看完 而是希望回到家里 自己一个人静下来 一点一点阅读 欣赏 张探表示理解 问道 需要我再简单讲讲吗 张同顺说 先不拉 我读完后 再找你请教 就像是害怕剧透一样 张同顺也不希望张探 三言两语来讲这个故事 他要自己去欣赏 去带入 体验那种的感情 这将是他的灵感来源 助他拍好这部电影 那好吧 张探起身 张同顺也起身 告辞离开 他一走 星小光就来了 好奇地问道 张导怎么就走了 才坐下来 拿了剧本不就可以了 张探说 星小光问 是新剧吗 讲什么的 张探 讲一个励志的故事 我继续跟你讲 美少女战士 好 星小光带来了笔记型电脑 以及录音笔 他一边听 一边在电脑上记录 同时为了防止 没有听到的 打开了录音笔 讲完后 张探说 这两天有没有可能 把女主角先画出来 画个草图 我给小白看看 星小光干劲满满 没问题 那行吧 去干吧 小伙子 然而星小光却没有走 而是犹豫着 有话要说 想说什么 既然不想说 那就不要说 我还要去监督 那两个小孩 做暑假作业 忙着 张探往外走 星小光问了一下 赶忙追上去笑道 老板 是这样的 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就想确认一下 女主角的名字 真就叫白春花吗 这名字不可以吗 张 探反问 星小光连忙点头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很接地气 大俗吉亚 张探瞟了他一眼 没说话 静止走了 星小光嘿嘿两声 想到女主角 在月亮下变身 优雅地大声说 爱和正义的 水手扶美少女战士 白春花 我要代表月亮 消灭你们 他就忍不住想笑 可能 老板要的就是 这种冲突感 和矛盾感吧 嗯 老板都是对的 第1813章 写完作业 欢乐多 家里的房门没有关 虚掩住 张探轻轻打开房门 就走了进去 客厅里空无一人 安安静静的 小朋友都集中在书房里 书房的房门 也没有关上 虚掩着张探来到门口 瞥见小朋友们 围在一起 正在听小白讲故事 肥猫带着小黑猫 走住走住 下水道里 飞出来一个东西 你们猜是啥子 啥子 是一只狗 会不会是老鼠 肯定是坏蛋分子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七嘴八舌 带入感很强 只听小白说 是坏蛋 小米说对了 坏蛋变身了 他变成了一群 黑须须的蚊子 聚在一起 潮肥猫和小黑猫跑去 眼看就要吃了它们 快跑呀 喜儿紧张地说 小白道 就在这时候 那坏蛋变身了 变成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坏蛋 他的头发黏糊糊的 蚊子站在上面会粘脚 他还戴了墨镜 像大头苍蝇 随着小白的形容 张探脑海里 自动形成一个人物形象 很熟悉 刚刚还见过 不就是新小光吗 头发打发辣 苍蝇能粘脚 这正是新小光的经典打扮 好家伙 新小光还是逃不脱命运的安排 勒个坏蛋变身了 看到肥猫和小黑猫 就想吃了它们 这个时候 我 出现了 为什么 不是我呢 喜儿发出了灵魂问题 小白 因为是我在讲故事 你莫吵 喜儿 哼 小白抓了抓西瓜头头 一脸神圣地说 维护正义 战胜邪恶的美少女战士 水冰火星 立刻出击 绝不让你妨碍它们的关系 虽然这是猫之间的关系 智慧的火焰燃烧吧 正义的火焰燃烧吧 妨碍人类历程发展的家伙 滚吧 即使是邪恶的势力 也不可阻挡 我代表火星 消灭你 说着 小白又摆了一个pose 把手指指向了眼前的喜儿 喜儿呆呆愣愣的 万万没想到 小白不让她当美少女战士 也就罢了 竟然还要消灭她 她双手轻轻抓住 小白指过来的手 往边上推了推 让消灭的对象变成榴莲 榴莲没有注意到这些 她兴奋地问 我呢 我呢 我代表什么消灭你 我代表什么消灭你 喜儿开心地说 我要代表 月亮 一向心里成熟的小米 此刻也眼睛冒星星 小女孩谁没有美少女战士的梦呢 更何况是维护爱与正义 和她当警察的工作是一样的 她想要代表太阳消灭坏蛋 正当这几个小朋友兴奋地积极喳喳 眼起来了 张探出现了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小白 小米 刘刘都赶紧回到座位上坐好 只有喜憨憨没有头脑的样子 看到张探出现 不仅不收敛 而且朝她发起了冲锋 要消灭她 张探单手一捞 就把这个最小号的美少女战士捞了起来 直接拎走 作业做得怎么样了 张探问 小白说 刚开始做呢 张探 这么久了 才刚开始做 刘刘赶紧说 做了惠儿了 做了惠儿了 张探走过去查看 结果大燕燕一手按住自己的作业本 不让看 并警戒地说 你想抄我的答案呀 没门 哼张探 我又不用做作业 我抄 你答案干嘛 我就看一眼 给我看一下 检查一下你的作业 到底做了没做 你再看 我就要 代表月亮消灭你了 张探无语 瞥下刘刘 过去查看小白的作业本 跟在张探身后 当小尾巴的喜儿经过刘刘时 特地说道 刘刘 代表月亮是我 你要代表别的刘刘不服 凭什么我不能代表月亮 我就要代表月亮 喜儿建议说 你代表小星星 不理这两人的争吵 张探来到小白面前 只见小白埋头正在划线 好像是在一堆词语中连成线 组成通顺的句子 张探弯腰要看 小白也一只手按在上面 不让看 张探说 你不会也说我要抄你的答案吧 小白霍霍笑 说 我害羞 你走开 老汉 在小白和刘刘的催促下 张探不得不走开 而且不能留在书房里 因为这会妨碍小朋友耍 张探只能出去 来到客厅看电视 难道有这样的空闲时间 张探挑了一部新上映的电影 看了起来 喜儿从书房里溜达了出来 爬到沙发上 坐在张探身边陪看 不想前爹太孤苦 但是看了没一分钟 就看不下去了 小屁股在沙发上扭来扭去 最终还是走了 难以理解 大人看这些东西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哪里有卡通好看呢 一整个上午 四个小朋友都老实待在书房里写作业 中午吃了张探做的午餐后 强烈要求睡午觉 睡午觉是他们的权利 他们的权利要得到保障 平时小白和喜儿可不怎么睡午觉的 刘刘可能睡觉 今天却都嚷嚷要睡午觉 说犯困 果然 一写作业 就各种犯困 张探便让他们睡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他在家里放了音乐 动听的音乐 把小朋友气得起床气爆炸 这一天 四个小朋友都待在家里 专心写作业 有张探在家镇守 他们闹不出大的卢额 到傍晚时分 暑假作业终于做完了 张探一一检查后 放下暑假作业本 告诉他们 恭喜你们 暑假作业终于做完了 现在可以去完了 小白和刘刘 啊啊大叫 冲出了 房间 憋在家里一整天 早把他们闷坏了 你们吃饭了吗 谭景儿来了 他一下班就赶了来 刚好看到小白和刘刘冲下楼 在院子里追着皮球风跑 不饿 小白大喊 掀完一会儿再吃刘刘回答 谭景儿不明白他们这是怎么了 像是坐牢二十年刚放出来似的 小白 小白 你暑假作业做了吗 嘎嘎 树上的鹦鹉见到小白 再次大喊 阴阳怪气的 这回小白没有鬼火帽 而是插住腰站在树下得意地说 我做完了 刚做完的 哈哈 老子今天不上班 嘎嘎 鹦鹉大声说道 小白闻言 立刻知道鹦鹉是一只憨憨儿 谭景儿也看到了张探和喜儿 小米从家里出来 到了院子里 你们吃晚餐了吗 谭景儿问张探 张探说 我点了餐 等会儿饭店会送过来 也有你的 一起吃还有牢里 牢里等一下一起吃晚餐 第1814章 我真的不要当女主角 晚餐很丰盛 还有小熊饮料管保 今天的主角是四位小朋友 尤其要恭喜小白和刘刘 一个暑假的作业终于在今天做完 正所谓无事一身轻 他们也感觉到身心放松不少 虽然他们没心没肺 一般也不会为作业没做完而烦恼 但是一旦被提及 也会烦恼抓狂 今天终于解决了这块心病 刘刘表示要大吃一顿 小白表示要去皇家村的广场 跳广场舞 张探一听 吃了一惊 这小朋友什么时候有着喜好了 不对啊 平常没见他去跳广场舞 看也就那么几回 都是他舅舅带他去的 难道是被白剑萍带偏了 吃了晚饭 学员里响起了久违的歌声 是一栋式卡拉OK机推出来了 刘刘拿着麦克风 在一盏歌喉 今天他唱什么歌 都有青藏高原的豪迈 嘟嘟来了 专门负责给他推卡拉OK机 两人一个推 一个唱 满原子溜达 像街头卖唱的似的 榴莲的妈妈朱小静 来到学园里做了会儿 见榴莲真的把作业做完了 也就没管他发疯 走了 傍晚时分 淡蓝的夜空中 月亮挂了起来 星星渐渐不满 晚风吹拂 小白和喜儿 小米 正在给晨晨讲 美少女战士的故事 晨晨对这个故事很喜欢 很好奇 张探在院子里溜达 饭后散步 陪在他身边的是谭景儿 两人一边闲聊 一边散步 忽然老李的声音响起 有人找你 张探看到是张同顺来了 张总 跟你聊一聊剧本的事情 张同顺说 他今天早上把当幸福来敲门的剧本拿回去了 在家里琢磨了一整天 这会儿想法很多 很想和张探交流一下 好啊 到我办公室来吧 张探带他来到工作室那边的办公室里 星小光和吴世英等人都还在等专案进度 张探没有打扰他们 静子进了办公室 开灯 准备泡茶 不然我来吧 你们坐着聊聊 跟来的谭景儿主动说 张探犹豫了一下 好 那麻烦了 谭景儿有点紧张的心情立刻轻快了 不麻烦 你们要喝绿茶还是红茶 张探说 张导习惯喝绿茶 好的坐一会儿 谭景儿熟练的泡茶 张探和张同顺坐在沙发区 张同顺热烈的说起了当幸福来敲门这个故事 他真是太喜欢这个故事了 温暖 励志 感人 但却不煽情 一切都那么的自然 张探成不欺人眼 说给他一个好剧本 果然给了他一个好剧本 现在 好剧本给了他 能不能拍好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他一直想要的好机会来了 能不能抓住 那就是他的本事 如果他搞砸了 那只能怪他自己 这么好的剧本 他不能对不起张探 两人讨论起剧情 谭景儿泡了茶 两人一人倒了一杯 放在茶几上 悄悄退了出去 不过 刚刚听到了新剧本的消息 他也是十分的好奇 但是他显然不好意思一直留在里面 要是换成谭喜儿小朋友 就没有这么多的不好意思 赖在里面不出来就是 一次听个够 张探说 演员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选到合适的人 当幸福来敲门 是一部大男主角的电影 男主角撑起整部戏 张同顺十分认同 说 我心里有个人选了 谁 张探问 张同顺说 张总有人选吗 你先说说 张探笑道 要不我们各自写下来 然后一起打开来看 好啊 张同顺爽快答应 张探找来一支笔 撕了两张纸 他或张同顺分别在上面 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同时打开来 张愣言 张愣言 张同顺大笑 他和张探想到一块了 果然都是张家的人 主演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张愣言 就是不知道他现在 有没有戏张同顺说 张探 没有 他这段时间 都在家里休息 张愣言签约的是 他的小红马影视公司 所以张愣言的工作安排 他大体知道 那就好 张同顺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小女主 这个人选也很重要 张探点头 张同顺看了他一眼 说 这个就张总你来定吧 他觉得张探既然写了这个角色 一定有人选吧 远的不说 近的 比如在院子里玩耍的 就有好几个 都可以试试看 都是自己人 张探也不藏着掖住 直接说 我认为 刘刘很合适 张同顺 十分认同 刘刘的演技 肯定没得挑 我也觉得他合适 张探说 那我晚上问他妈妈 马上要开学了 时间上不好安排 两人聊了将近两个小时 直到小白信 匆匆地跑来 要给他看 星小光刚画好的 白春花美少女战士 这是星小光 今天画的一张草图 根据和张探 商量的结果先画的 这画除了名字叫白春花 看不出跟白春花 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我好漂亮呀 小白看住人物草图 十分的开心 图上的这位美少女战士 太漂亮了 在月亮下 犹如月之公主 张探健壮 本来打算找星小光的茶 这下就先不骂他了 张同顺看了一眼 笑着夸奖说 确实漂亮 然后告辞离开 不打扰人家父女俩相处 喜儿和榴莲等人也跟来了 眼巴巴地凑在小白身边 围观草图 一个个羡慕得不得了 然后纷纷跑去找星小光 要求星小光也画他们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今天已经很晚了 我加班才画完这张的 星小光连忙说 这群刮娃子 竟然想要他加班到深夜 刘莲说 你女胖友都在上班呢 你怎么能下班 你先画我 666 说的也有道理就是 张探看到刘刘 就想到请刘刘当女主角的事 他问刘莲愿意不愿意 结果刘莲毫不犹豫地摇头 我猜不干呢 不干 你找别人 不要找我 我烦住呢 累住呢 我刚刚才做完暑假作业 我还要玩一玩 不拍戏 我猜不拍戏 我不要当女主角 他压的女主 我猜不要当女主 不当 刘刘的反应很激烈啊 坚决不当这什么破神子女主 谁爱当谁当 反正他不当 他累死了 我要开学了 我要专心读书 拿奖状 我还要拍戏 演白娘子 我都累死了 你还要我拍戏 你怎么这么坏压张老板 你怎么不叫你家小白去演呢 你就叫我 你就会叫我 哼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刘刘越说越气 伸出小胖手 笔划一支枪 表示要刚学会的美少女战士绝技 代表月亮消灭大反派张老板 张探也无语又好笑 他张老板的戏 哪个不争住抢着接 也只有眼前这位 避之如蛇蝎 还要消灭他 以具后患 第1815章 此不达意 沈刘刘大燕燕坚决不肯接拍 当幸福来敲门 张探找他谈话 两人在家里坐下 面对面 各坐一把椅子上 刘刘的椅子是小号的 以前小白做的 后来传给了喜儿 喜儿此刻也在 他把小椅子让出来了 自己坐在沙发上 和小白一起看戏 必要的时候 打算劝一劝刘刘 再苦再难 帮一帮前爹 这部戏非常有潜力 搞不好又是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张探苦口婆心的 对刘刘劝说 但是刘刘绷着小脸 眼观鼻鼻关心 不答话 庞福没有听到 他脸上写满了不高兴 不同意 不愿意 张探继续努力 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 可以有限把你的戏份拍完 争取一个礼拜搞定 剩下的时间就让你去玩 好不好 刘刘继续眼观鼻鼻 观 心 庞福进入了自己的结界 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刘刘你说句话 张探说 刘刘看也不看他一眼 继续低眉顺眼的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小白帮他老汉说道 劝刘刘给个面子塞 刘刘不答话 一动也不动 刘刘 嗨呀嘿呀你说话呀 喜儿也来劝说刘刘 但是刘刘依然是 一问三不答 张探无奈 好一个倔强的胖刘刘啊 平时不坚强 这会儿倒是十分的坚强 不 应该是顽强 说不当女主 就坚决不当 多好的一件事啊 演艺圈里多少人 争着抢着要这个角色 张探心说 我都把饭喂到你嘴边了 你就是不肯张嘴吃一口啊 那好吧 榴莲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不勉强你 张探的话还没说完呢 一动不动 向一个木头人的刘刘 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666丫 张老板 我的好朋友 我去玩了 榴莲屁股冒烟 赶紧开溜了 留下屋里木凳口袋的三人 一位沈大燕燕的拒绝 张探和张同顺 不得不另寻小演员 张同顺十分的惋惜 他可是十分看好 沈溜溜小朋友的 这个大燕燕身上 有一股机灵劲 很有灵性 可惜 强扭的刮不甜 张同顺也没办法 他没有声张 招募女主角的事情 而是自己先物色 他在这行业 混了这么多年 有自己的关系网 稍一打听 就有了许多候选人员 接下来的几天 张同顺忙助 试镜这些小演员 同时 当幸福来敲门剧组 也悄悄成立了 这次的制片 由张探自己来 导演是张同顺 编剧也是张探自己 张探没有选择 和其他影视公司合作 这部电影 由小红马影视公司 独家投资制作 有不少公司文讯 来咨询合作事宜 但都被张探婉拒了 给出的理由是 这是一部小成本文艺片 投资很小 同时市场票房 也不会很大 主要是锻炼自己的人员队伍 这部电影的投资确实不大 最大的开销就是演员费 其中的最大头就是张愣言 但其实张愣言要的片酬也不高 毕竟这是自己公司的投资作品 退一步讲 目前演艺圈里 想要参演张探的作品的演员 将心加盟的演员大有人在 张愣言当时一听到是张探的电影 看了剧本后 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 看了当幸福来敲门的剧本 让他有一种 当初看我是真儿的触感 这样一部好剧本 身为戏事的张愣言不可能错过 何况是已经送到手边了 他不是沈流流大艳艳那样的憨憨儿 张同顺接连面试了三天 试镜了十几个小演员 但是没有合适的张同顺头痛不已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将就 但是前面有流流 实在将就不了张探笑道 流连你就不要想了 这 几天这家伙见到我就绕住走 大老远看到就开溜了 我连他人都看不到张 同顺大笑 没想到会有演员这么避开张探 外面多少想贴过来的 想就好笑 慢慢来吧 先做其他的事情张探说 张同顺欲言又止 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点了点头 先把剧组完善起来 回到小红马学园 院子里聚了一群小朋友 正中间的是谭喜儿小朋友 他手里捧着一张画 正在嗨啊嗨大笑 乐不可知 什么是这么开心 张探凑过去 只见他手上的画上面 是个优雅漂亮的少女 一看就是美少女战士 这是你吗 喜儿 小李子在好奇地问 是我 是我 这就是我 谭喜儿 你看这个名字 是我的喜儿 热情地给大家介绍 画底下的文字介绍 确实写了谭喜儿三个字 是他毋庸置疑 怎么不像你呀 这是小微微在问 这就是我呀 喜儿肯定地说 你这么小 他这么大 小悠悠笔画了一下喜儿 再指了指画中的美少女 这个小不点 还说别人小 我哪里小了 我可大了 我今天都十岁了 你还说我小 我就是大 我是小姐姐画中的 美少女战士 一看就是十多岁的 谭喜儿 小朋友坚决认为 自己就有这么大 所以他格外开心 张探了解事情后 没有搭话 镜子准备回家 张探 忽然一声招呼响起 张探寻声看去 只见漫画工作室的 二楼窗户口 站着一道倩影 是李雨霄来了 见张探看了过来 李雨霄便招手 上来坐一坐吧 好啊 张探往二号楼走去 忽然发现身边 多了一个小身影 低头一看 是屎包包来了 屎包抬头朝他笑道 我也去找我妈妈 不得不说 屎包包这小子是真帅 笑起来更帅 才六岁而已 这小子的小手 在裤袋里掏啊掏 看起来都要把裤子掏通了 终于掏出来的东西 你吃吗 张老板 辣条 屎包包掏出了一包辣条 给张探吃 你很喜欢吃辣条吗 张探问 屎包包点点头 你自己吃吧 我不吃 哦 来到二楼的音乐工作室 屎包包坐在一旁吃辣条 张探则进了录音室 徐倩也在 他是专门服务李雨霄的 相当于李雨霄的经纪人 此外还有几位录音人员 今天他们在这里录制新歌 李雨霄开始准备新专辑了 今天刚好录完了你写的一首新歌 给你听听 李雨霄说着 给张探戴上了耳机 耳边立刻传来李雨霄那动听的歌声 就像是他附在耳边吟唱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 化解沟通的难题 为你我也可以 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 很想都翻译成言语 带你进我心底 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 看得见却触不及 虽然我离你几毫米 你不会知道我有多住机 无心的坐视不离 我尴尬的沉默里 泪水在滴 我无法传达我自己 从何说起 要如何翻译我爱你 寂寞不已 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 建立默契 却词不达意 第1816章 我是你的小帮手 张探给李雨萧写了一首新歌 名字叫词不达意 这种略带伤感的情歌 十分适合她的声线 张探对她的演唱版赞不绝口 我妈妈唱得最好听 一旁吃辣条的屎包包 自豪地说 她的嘴角通红的 开始嘶哈嘶哈起来 这是辣的 说完 她起身下楼 要去找小郑郑他们玩 但是她一下楼 张探和李雨萧在楼上 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抱贺 不要走了屎包包 快抓住她 她在吃辣条 两人走到窗边往下看 看到榴莲和嘟嘟正在联合围堵屎包包 张探和李雨萧闲聊了一会儿 音乐工作室的众人纷纷离开 张探也走了 夜深了 小白和喜儿一同回到了家里 小白热情地邀请喜儿 今晚在这里睡觉 喜儿也同意了 但是她子子找了来 把她拎走了 Epsilon等于Almacron I 我好想要个喜娃娃这样的妹妹呀 小白对张探感叹 喜儿就是你的妹妹啊 张探回答 小白没说话 她捧着平板电脑 窝在床上看百变小鹰 见张探愁眉苦脸的样子 便问道 老汉 你是不是还在想找刘刘演戏 他不演 我们再另外找人 找到了吗 还没 哦 安静了会儿 卧室里再次想起小白的声音 老汉 你觉得我来演郎各样 啊 我来演郎各样脸 小白认真地问道 张探愣了愣 其实 她很早的时候 就想过小白来演的事情 一开始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刘连 还是认为刘刘最合适 但是刘刘拒绝了 而且拒绝的理由是没空 张探觉得刘刘的话 很有道理 一个小朋友既要上学 又要在周末拍摄小戏谷 现在还要再拍一部当幸福来敲门 确实够忙的了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这项工作强度太高了 小孩子应该有个无忧无虑快乐童真的童年 所以张探理解刘刘 同理用在小白身上 她也不想小白压力太大 一天到晚忙得不停 没有时间玩耍 所以她从来没跟小白提过演当幸福来敲门的事 但这些天 小白看到她为此事烦恼 便自己提了出来 演这个可能会好累的 你要上学 要演许仙 已经很忙了 张探说 我小的塞 你上次不是对刘刘说 我的戏一个礼拜就可以拍完吗 我们加油努力 快点拍完就行了 累也累 一个礼拜塞 小白说 听了这些话 张探再次觉得 小白好像又长大了 更懂事了 张探说 我说的一个礼拜 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要真想一个礼拜拍完 会很难 而且你要上学呀 不可能请一个礼拜的时间拍戏 所以这个周期会拖得很长 老汉 没关系塞 没关系的 你会陪着我 对不对 我相信老汉 你不会让我累死的耶 或或或哈哈 那当然不会 张探在心里评估 小白的可能性 从演技上来说 小白当然没问题 他或许没有流流那么百变 没有流流的适应性 但小白的演技 也是很有水准的 再从角色和形象来看 小白甚至比流流更适合 剧中的角色 是个很倔强 很坚强的小孩 这一点 和小白完美契合 小白是内外都很坚强的小孩子 身上有一股倔强之情 再说回流流 如果真的是流流演 那么他将再次获章愣言合作 又是饰演一对妇女 容易让观众出席道 我是张二 你想好了 张探问小白 小白坚定地点头 我可以的 老汉 你让我演吧 我是你的小帮手塞 张探笑住摸了摸他的西瓜头头 说道 好 我们 小白长大了 知道帮爸爸分忧了 你头发长了 要去修剪一下吧 小白有点害羞 躺在床上 说要睡觉了 张探第一时间 霍章瞳通了气 就小白饰演女主角这事 张童瞬十分认同 其实 那天张童瞬就很想建议小白 但张探只字不提 他便忍住了 没有说现在张探主动提出小白 他当然乐于赞成 大女主角就这样定了小白 张童瞬终于解决了一件心事 他发短信感谢了那些前来试镜的小演员 一门心思投入到了小戏谷之白娘子传奇的开机上 是的 小戏谷筹备了这么多天 终于要开机了 在电视剧白娘子传奇的最后一集中 有一个彩蛋 就是小戏谷的一个简单剧情 三小只合力逗小发海 当时反应特别的好 观众们本来依依不舍 结果看了这个彩蛋后 一个个被逗得哈哈大笑 同时知道了 有一部名叫小戏谷之白娘子传奇的儿童剧要开拍了 今年会播出和观众见面 众人不禁期待万分 小戏谷之白娘子传奇可以说未播鲜活 在网路上已经有了相关话题 热度也不低 甚至之前的小戏谷系列也被众人挖了出来 老板 明天早上我想请半天假 为了参加开机一事 谭锦儿向饭店申请了半天假期 家里有事 需要帮忙吗 老板问 没什么事 就是我妹妹参加的电视剧要开拍了 明天是开机一事 我想去给她加油 老板吃惊道 你妹妹 拍戏 电视剧 什么电视剧 谭锦儿 给 老板介绍 老板一听是张探的新剧 立即批了谭锦儿一天假 并且问了地点和时间 然后征询意见 我们都去加油可以吗 这回轮到谭锦儿 不知道怎么回答 饭店的老板认识张探 谭锦儿一路高升 当上办公室主任 虽然不是张探出的力 但是老板一开始 就是看中了谭锦儿 有张探的背景 才提拔了她 同时 在小红马的家里 喜儿和小白正在试穿衣服 两人穿的都是剧中的服饰 之前参加朱仙的手印礼 穿过一次 明天的开机一事 他们打算这样穿 两人站在全身镜前 嘻嘻哈哈地打量自己 妹妹 你才是妹妹 小青 姐夫 相公 子子 小说老二 老公